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国葬仪式今天举行 李先生的灵鹫今天中午从国会大厦移送到国大文化中心 尽管大雨倾盆 全程15.4公里的路程 沿途还是由许多民众夹道向李先生致敬告别 中午12点30分 扶林队进场 将李先生的灵鹫移到了拖叶炮架上 国会大厦外下着倾盆大雨 场面格外肃猛赶伤 12点40分 灵鹫车队缓缓开出国会大厦 开往国葬仪式地点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 车队首先开入了行政和文化区 大批民众早早到来 在风雨中挥舞着国旗呼喊着李先生的名字 致上最后的敬意 政府大厦前大草赏上 新加坡炮兵队兵放21响礼炮 工军部队的精英飞行团队黑骑士低空飞过 向李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政府大厦是李先生早期办公的地方 他1963年在这里宣布新马合并 1965年的新加坡独立宣言也是从这里发出的 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次国庆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而附近的史丹福瑞士酒店是莱佛寺书院的旧职 李先生当年就是在这里就读中学 也在这里结识了妻子柯宇芝 经过滨海大桥时 我国海军的两艘舰艇和警察海洋卫队的两艘巡逻艇 也举行了禁礼仪式 来佛四方一带是我国最早的中央商业区 是我国商业活动的心脏地带 也是我国职工运动的中心 林旧车队从山顿道驶入吉巴路 这是新加坡海港公有联合会总部的所在地 李先生在从政之前是新加坡海港局职员工会的法律顾问 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上台执政后 也致力于解决海港局的劳资情况 这一带位于丹荣巴格区 是李先生的重要政治据点 也是他以国会议员身份服务了60年的选区 谢谢大家